文胡适音 王城卫 台北高兴发导 新北市长侯友宜 26号晚间宴请新北市立委 而且不分蓝绿 被解读是在为角逐党主席甚至总统大卫铺路 但是呢 侯友宜回应只是想做好试证 但是像是这个前瞻预算都要麻烦立委 才会约大家吃饭聊聊 孙鹏以及迪英的儿子孙安佐 日前被市连地检署依制造枪支未遂罪起诉 而孙鹏夫妻也发表了声明 表示真的很不解 为何在美国没有因为志强未遂受罚 在台湾却遭到起诉呢 孙安佐在26号的晚间也拍影片 还原两年前的事法经过 对医师夫妻家庭原本看似美满 不过小儿子发现 医师爸爸手机内的闲事对话 转给母亲之后 夫妻俩的关系立刻申别 妻子指控出轨杨小三的男主角 是中部一宿颇有名气的医学中心 王姓医师了 现在呢 这夫妻俩撕破脸 王医师低调地表示 双方脑不合已经很久了 而对方四度提出离婚 跟总统马英九最近猛力抨击 蔡政府的两岸政策 被央视拿来引用 同时呢 也引起学者的批评 才不讲到了中国大陆 洗礼斗持续的浮上台面吗 日前召开了专家座谈 首度曝光 由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 紧承的经济致囊环 没有想到主掌国家经济的李克强 却被排除在外 国际新闻 但您看到是只要拿到欧盟 其中一个成员国公民的身份 那么就可以拿到整个欧盟的通行证 然而呢 一般来说 取得欧盟护照的门槛极高 但是外媒报道 有三个国家取得欧盟护照的条件相对容易 来成为川普的粉丝 简直就像加入邪教一样 他遇到你 以为你活着美国的梦 你很弱 你能够选择你的生命 而判断你的 destiny 三地新闻 王显玉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兰尼亚共和党大会压重出场 把老公川普捧成美国人民的最好选择 但他却和川普的千金 依反卡屡屡传出不合 镜头回到了国内 但您看到是台宿经营权之争 再次掀起了话题 创办人王永庆的次子王文祥 最近接受周刊转访的时候 就表示了有责任回到台宿 担任经理人或是负责人 而事隔多年再抛敏感议题 馆长陈之翰因为日前在直播当中 说出了台湾虾养殖的时候 都会用药这一句话 引起了广大渔民的不满 更有台南的虾农出面呛声馆长 强调现在的养殖技术非常的进步 渔民几乎都不会用药 22号下午4点多 新北市巴黎的台北港北二码头 有一个货轮船忽然的发生了火灾 而根据了解疑似是工人维修的过程当中 意外造成船舱起火 好在呢当时8名工人全部都成功的殊散 另外大家看到是由小摩被诈骗了500多万元 而且过程当中还被社局拍下了裸照以及影片 台南有帮派自称是陆桥帮 去年在地方上恐吓店家遭到逮捕 今年二月份才积压其满释放 没想到其中有一名成员 最近又跟花店的业者有了金钱纠纷 还连续两天持棍棒杂电 去带您来追踪这名祖贤其实非常的年轻 今年才26岁 专门就吸收无知的青少年来当小弟 而且专挑偏僻的店家来下手 给花莲夏恋嘉年华一连五天开场 第二天是由周星哲以及这个911双压轴 而现场的最新状况请记者告诉我们 九月开学季也是笔电大战 因应学生写报告做作业的需求 因此业者主打轻薄的笔电 并且加强了文书处理功能